這次的屋主呢是一對情侶 那他們這次改造空間最主要的需求 其實就是把他們新家 變成他們各自喜歡的風格 因為他們喜歡的風格真的差非常非常的多 還有另外一個最主要的需求就是 他們平常的興趣是收集各式各樣的公仔模型 有些公仔模型是小的 有些公仔模型這麼大 所以其實這次的空間呢 我們也幫他規劃了各式各樣可以收藏跟展示公仔的地方 那在我們開始介紹之前 不要忘記訂閱我們 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更多漂亮的空間囉 接下來呢就先從玄關區開始介紹 但你知道我上次有看到那個影片底下有個留言 他說我玄關區這樣太久了 所以我們玄關區 咔掉 延伸一下上一次講的玄關區 我覺得這次的玄關區大小 應該看得出來有比上次稍微再小了一點點 這次為了打開風格 我們就是用灰燼的方式去做 其實他照起來就只會感覺整個色調好像稍微暗了一點點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比較沉穩的風格 就很適合我們這次的黑白灰色系的風格 櫃子的旁邊的這個位置呢 因為他剛好是門打開來之後剩下的空間 所以如果我直接把櫃子做滿 你就會覺得好像比較緊一點點 所以我們稍微把櫃子內縮 留了這邊做一個吊櫃 可以當時他們的小小的收納玄關櫃 玄關區的大重點就是這個格柵 這個格柵其實最大重的大家應該都知道 就是為了要化解風水上面的 穿塘薩 對穿塘薩 那風水化解的方式其實有百百種 那就是看大家自己對於風水化解的那個 解決程度要到什麼樣子 因為我有聽過說穿塘薩是連一點縫隙都不可以留著的 其實這個屏風當初到底要怎麼設計 我們也討論了超級多重 最後他們就傳了一張照片給我看 他們就說他們真的很喜歡這個玄關感覺的設計 所以我們就把他在這邊用帶有木紋感的黑色貼皮 去幫他做出這種有斜角度的格柵 那個玄關的燈打在格柵上之後 地板就有格柵的影子 他其實不只是從這邊看過去會有那個影子 那你今天是白天的時候空間裡面是暗的 那邊的光線進來的時候反而是玄關這邊會有一點點 那個格柵的影子線條我覺得也非常漂亮 往裡面走呢接下來就到我們的收納櫃區 這其實跟我們剛剛玄關這個鞋櫃 它是一體做過來的系統櫃 那這一面呢我覺得特別要講的應該會是 它的系統板材的顏色 這個真的是千挑萬選出來的 很有質感 對對對是不是很有質感 就你仔細觀察它的紋路 它的紋路的話它是木結比較明顯的 然後它的紋路也稍微相對來說會比較多一點 那我覺得還有一個點是它的顏色不是完完全全的灰色 它是稍微有帶一點棕色系的灰色 所以它可以讓這樣子比較黑白灰的風格增加一點點暖度 我想問上面是不是也沒有做收納 沒錯 這次上面是沒有特別做櫃子的 這個收納櫃它的高度已經做到系統櫃最高最高的高度 你還記得是多少嗎 220 220 沒錯是240公分 恭喜我們另外一個小夥伴答對了 系統櫃最高的限制是240公分 所以在網上我們之前有講過 我們可以再加碟櫃的方式去增加收納 上面沒有特別做收納的原因 是因為原本這個櫃子正深 它其實就卡了一根涼了 那那根涼它其實就吃掉了蠻多上面的深度 所以如果我們上面在做碟櫃 它的收納空間頂多就是不到30公分 所以其實你真的也沒有辦法放什麼東西 然後高度又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上面我們還是有封板封上去 這樣子就可以保留讓整個空間看起來都非常非常的挑高 這次算是我過去所有案子以來 第一次用人字拼地板 你之前不是有做過 喬喬的房間 那個是魚骨拼 如果你今天是魚骨拼的話 你的單片造型它會是平行四邊形 那如果你是人字拼的話 就是長方形去拼接而成的 那人字拼的話你拼接起來 它看起來就像寫一個一個的人字 集合在一起 這次我們就是選比較帶有灰階感覺的 然後它也是SPC的材質 它真的整體鋪起來我覺得效果超級棒 再來另外一個基底非常重要的地方 也就是我們油漆顏色的選擇 因為這次我們做的是現代黑白灰風格 所以其實牆面的地方 當然就是用黑白灰下去做選擇 但我剃除了白色 因為我覺得白色反而會在 整個都是比較灰掉的空間裡面 看起來相對突兀一些 所以其實這次連同天花板的顏色 都是用淺灰色下去做油漆的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可以讓 黑白灰在這個空間裡面變得更有趣的方式 就是用暈染器的方式去做 所以我們這次呢就是在電視牆的地方 另外還有我們的公仔展示櫃前的 這一整面窍面都是用淺灰色的方式去做暈染器 還有一個我們用的比較深色的 也就是吧檯旁邊的這一道 黑灰色下去做暈染器 我覺得它就會讓整體黑白灰的空間 再多了一點層次 我覺得是非常漂亮的做法 在我們開始進到客廳區之前 我們一定要來介紹他們家的 政家之寶 這個真的是太厲害了 我們那時候在做提案的時候 他就說他已經先預訂了這一尊 然後他就在跟我討論說 我們到底要放在哪邊 最後我們就決定幫他再延伸過來的系統櫃 再做一個系統抽屜櫃 那這個系統抽屜櫃的好處就是 他檯面上變成他的展示平台 檯面下又可以再多做其他的收納 這個真的是我們所有來的人 大家全部都圍著他狂拍照 這是真的 最後我們決定把這一尊放在這邊 是一個非常棒的決定 是因為其實這個位置 他剛好是走廊區的觀景處 可以放盆栽 放你喜歡的書櫃 就像這樣子放你喜歡的東西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棒的選擇 進到客廳區一樣 先從客廳區的靈魂人物開始介紹 我們真的還蠻有機會在各客人家 看到各種尺寸的馬爾末 你記得我們之前有看過小小張的 還是要鬆人的那個對不對 對樓中樓那一間超可愛的 這一個的話呢 他就是286公分寬 超大型的L型的沙發 我覺得這座擺上去 就真的是讓整個空間的大氣感都出來了 那我覺得他很棒的地方是 他們選擇的顏色是 柴染咖啡的這個顏色 剛好跟我們剛剛講到那個 灰棕色的系統 我覺得他是有相連結的 這次沙發我們幫他配的茶凜 是這個比較可以方便移動的小邊桌 我覺得他這張漂亮的地方就是 他的邊框包含他的腳 都是那種有點點啞光的黑色烤漆 但他在桌面的空間又有一小段 他就有點像是層幕的那個顏色的 石木貼皮 所以我覺得他讓這整張看起來 非常有質感 你不覺得這是地毯 我覺得他有點 銀灰銀灰的感覺嗎 他是淺灰色深灰色 稍微有點點編織交織在一起的 我覺得他真的可以讓這個地毯 看起來超級有質感 而且他是非常極短毛的那一種 清潔上面又很方便 所以非常適合他們家 窗臉的部分呢 我們這次就不是配一布一紗了 因為他們喜歡的風格 我覺得相對來說 希望走得比較剛硬感 再強烈一些 所以我們這次就沒有用 比較柔的那種布臉紗臉 那我們在這邊呢 幫他們配的就是木白葉 木白葉其實真的有非常多的顏色款式 甚至寬度都可以去做選擇 我們這次幫他選的是 黑色的霧面烤漆 帶有一個搭配上面的小細節 就我覺得大家可能不一定會注意的 就是他的窗臉的織帶 其實也是可以選擇他的寬度跟細度的 這次我們也是跟曼氏布底下去做定制的 就他們家真的不只我們常用的布臉跟沙臉 包含像這樣子木白葉 各種顏色 甚至如果你要做鋁的白葉 你要做斑馬蓮 全部在他們的官網上都可以選擇到喔 再來呢就是電視牆的這一面 這次我們沒有特別幫他在做電視櫃 主要也是因為我們前面有介紹過非常多櫃題 所以收納空間已經非常非常足夠了 那這個位置呢 他們就希望可以越簡潔越好 所以我們就是用木座的方式去幫他做出了一整排的層板 這個層板剛好就可以讓他們像這樣子 去放很簡單的Soundbar 這邊是有幫他重新做出電視牆 然後也有做出一個貓道 讓他可以在電視跟下面的音響 或是其他遊戲機連結的時候 可以減少現材的露出 然後他們電視真的好大台喔 真的 看起來一定很爽 他的沙發很大 然後電視也很大 家庭聚約的感覺 真的我覺得真的很棒 有看before照片的話應該就會看到他的工作區 原本這邊其實是有一道隔肩牆的 但因為他們希望可以把功能領域最大化 所以我們就把那道隔肩牆給拆了 這邊就成為他們的工作區 那工作區呢最重要的當然是他們的工作桌 我們這次呢是跟Backform訂製 寬度200公分 然後深度60公分的一張書桌 那這張書桌我覺得他很棒的地方就是 他的桌角顏色的烤漆顏色 可以按照你自己想要的去做選擇 有黑白灰三種選項 桌板的顏色又有非常多 至少30幾種以上的板材 都可以讓你去做挑選 我們這次呢就是選黑色烤漆的桌角 然後他們的椅子的話 一張就是男主人一張 一張是女主人的椅子 他們一個就是用人體工學 一個就是用餐椅 應該看出來誰比較長時間會待在這個地方 整個家的繼晉級的巨人公仔之後 另外一個非常重點的地方 也就是他們的公仔模型收藏櫃 這個櫃子我們那時候討論也討論好久 因為我們又要就是合乎在預算範圍內 又要可以做到課程 之後要看起來有客製化 所以呢我們最後決定 好吧我們就是用木工去做出 這一整座的櫃體訂製 那這個櫃體呢 我們除了每一層的層板的厚度 都有特別加厚之外 我們也在層板跟層板之間做立柱下去做支撐 所以他其實每一層 你要承重個八十幾公斤以上 絕對都是沒有問題的 公仔你要承練上去 最怕的就是那種你放了燈條之後 其實公仔本人並沒有亮 所以我們這次燈條的設計位置 我們在每一層的後排 也就是公仔放置的位置 後面加燈往上打 前排加燈往下打 所以他其實從後面跟前面 他都有非常均勻跟充足的光源 可以打在這個公仔身上 我覺得他就可以讓這個公仔的表現 非常非常的精準 這個櫃子呢 我們其實沒有把它完全做到底 除了當然第一個是不希望可以擋住 這邊窗戶帶來的採光之外呢 這邊預留的空間 未來他如果想要放比較大顆的盆栽啊 或者是真的有買到比較大尊 跟人一樣高的那種公仔的時候 他有一個位置可以放 這邊一樣我們也都是先留空 讓他未來可以去做比較彈性的規劃跟調整 再來呢我發現工作座上面有一個重點 忘記跟大家分享 就是工作座正上面的三顆吊燈 這三顆吊燈的材質呢是水泥的 所以我們就刻意幫他吊了不同的高度 就這樣一進來之後 他就可以讓工作座這個位置 再多了一點點重點 也可以跟我們的臂燈下去做呼應 我覺得很像三個HOMEPA MINI 丟在上面 也是滿有科技感的啦 你這樣一說 好吧HOMEPA MINI 再來就是我們的吧檯桌 其實這邊也算是他們最主要的用餐區 不要用餐桌 而是改用吧檯桌的原因 就是希望可以多增加一點收納功能 然後另外當然也是因為 平常這個空間主要使用的就是他們兩個而已 所以其實用餐的空間 兩張其實就非常非常充足了 這個地方它全部都可以是收納空間 我們其中一格就可以拿來放他們的生活備品啊雜物 中間那一格 我們今天把門打開了之後會發現 踢腳板是完全沒有做起來的 我們的櫃子也是完全沒有做落地的 下面的樓空甚至就可以讓他們藏他們的除濕機啊 空氣清淨機等等 旁邊這一櫃 我們就直接可以放他們掃地機器人 而且不覺得他們掃機器人很漂亮嗎 我們幫他配了兩張吧檯椅 我覺得這吧檯椅外型超級可愛耶 因為他本身的話 他的所有的一窖一背 都是做了一點點圓潤的造型 然後他的顏色是胡桃木色 所以其實就像剛剛講過的 你在整個黑白灰的空間底下 放一點點這種木紋造型的家具單品 我覺得就可以讓整體空間看起來 不會這麼的冷冰冰 進到主臥室之前 先看到兩道隱藏門 他原始的廁所我們也拆掉 重新做隱藏門 那這邊呢 其實門推進去之後 就會直接進到他們的主臥室空間 跟他們的更衣室空間 畢竟也是房間門 所以我們另外還是會需要枷鎖上去的 所以可能就沒有辦法 彎完全全都看不到任何的痕跡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鎖孔 這道門推進去 就是我們的主臥室 跟外面空間 是不是完全畫風不一樣 黑灰色系的感覺 裡面就是一個比較米白 色系很舒服很放鬆的氛圍 這個風格就是一人決定一遍 男生決定外面女生決定裡面 我覺得這絕對是大家會很喜歡的風格 跟我們拍攝小夥伴說很像洞穴 洞穴嗎 好但我覺得像洞穴是因為我們這一次 不只有單面牆做暈染器 除了床頭之外 剩下的三面牆全部都是用暈染器 所以就會覺得這整個看起來很像 走進一個洞穴的感覺 那這次的油漆顏色 我覺得這樣做起來其實效果還蠻好的 我們這次用的油漆套組是 無厚精密時光的這個油漆套組 它就是一個比較淺的米色 跟一個比較深一點的大地色系 兩個顏色下去做混蛋 從宮領域走進來私領域的地方呢 它就分成左右兩邊 右邊門進去我們就是幫他做一整間的更衣室的規劃 左邊也就是我們現在在的空間就是他們的主臥室 其實以主臥室的大小來說 它就是真的放不了太多東西 所以在床尾的地方呢 我們就是幫他再加了一個抽屜櫃 讓他們可以增加多一點的衣物收納的量 靠近窗邊的地方這邊就是女主人 她一個稍微收納量多一點點的化妝區空間 這次床架是用木座的方式去做的嗎 不是 但是就是很像木座做出來的感覺 我當初在找那個床架的時候 我真的找了很久 這個呢它其實是現成床架 而且我覺得它很棒的地方是 它現成床架的木皮顏色是可以自己挑選的 所以我覺得它真的是一個 挑起來我覺得CP值非常高的一組床架 然後它這邊有做一點點倒角的造型 我覺得很漂亮之外 它的床下是可以新增收納空間的 所以等於是你這個床 它不只是當然床架 它下面還有多更多的收納空間 讓你放一些比較簡易的雜物 這次用的床墊一樣是我們的好朋友 晚安奈特 但我覺得跟大家分享過這麼多 晚安奈特的東西 應該可以大家再延伸分享一下 如果今天你要重新幫自己買一張床墊的時候 你可以怎麼樣去做挑選 首先第一個呢 就是要先決定你主要使用這個東西的 主要使用者會是誰 是你自己呢 還是你跟伴侶兩個人 還是你的長輩 還是家裡的小朋友 因為不同的年齡層 它其實適合睡的床墊的軟硬度 都是完全不一樣的 另外一個我覺得也可以稍微去思考一下 你目前在使用自己舊墊的時候 你有沒有什麼樣的睡眠上面的困擾 比如說你可能會有失眠的問題發生嗎 還是你覺得睡了之後會容易腰痠背痛 長輩來說好了 因為其實一般長輩們 他們比較習慣睡的床墊 是有點像那種硬床的款式 所以今天幫他們挑床墊的時候 會建議選軟硬式中 再偏硬一點點的款式 會比較適合他們 這樣其實對他們的脊椎來說也會比較好 還有就是比較軟的床墊 他們其實邊緣是比較容易塌陷的 所以當今天他們要起身的時候 比較軟的那種床墊 他就比較沒有辦法讓他們容易起身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思考的方向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是會建議大家一定要去試躺試睡 那其實大部分的門是你只要去預約 或是有些他們像是IKEA 或是一整區的床墊可以讓你去試躺 你在那邊躺如果覺得你睡半小時 就一定覺得非常不好意思的人了 我還是會蠻推薦奈特他們家的床墊 是因為他們有120天的安心試睡服務 所以如果今天你就算真的睡到第 不知道睡到第100天發現 這個床墊真的很不適合你 你還是可以再去做退款 我覺得這是他們非常有勇氣的地方 主臥色窗簾我們跟客廳去用的不一樣 我們是用一布一紗的款式去做搭配 一布一紗也是大家最常看到 我們在臥室去用的窗簾了 那這次的一布一紗 那紗簾的地方我們選的就是 有點像是那種竹階紗的紋路 所以你細看一樣會有 就是細細的編織紋路 我覺得是很漂亮的 我們這次選的是比較偏米白色系的 窗簾 這次我們一樣是做不透光的窗簾 然後但他這個顏色 真的是我自己個人超愛的顏色 我們這次一樣是找曼式布提去做定製 然後我覺得他很棒的一樣就是 他都會在窗簾的最下層的地方 去增加有垂重的牽快 所以當今天你窗簾這樣子 我放下去的時候 他就會有一個很漂亮的垂緻度 我覺得就會讓這整個窗簾 看起來非常的有質感 剛剛有講到就是你們會覺得 這個空間非常有洞穴風對不對 其實雖然整體的風 我覺得是希望走精緻的感覺 但的確淵石像洞穴感 也是這次的屋主他們喜歡的氛圍 所以在床頭櫃的挑選 那時候就不想要把他們選那種 真的很像精緻飯店會有的風格 比較想走這種比較大自然的感覺 那這個床頭櫃 他其實不只是可以當成邊桌做使用 你也可以把他當成椅凳來做使用 這一張椅凳的話呢 我是在石藤找到的 各式各樣不同品牌的藤邊 或是木製的家具 他們家都可以找得到 所以我覺得蠻推薦去他們那邊找找看的 他有份量感 對啊我覺得他很美 就是他的造型也很特殊 就是你看他的腳是稍微一點點斜腳 然後這邊有一個厚 然後他整座的就是石木去做的 再來就是我們床尾的化妝桌 是不是很美 我覺得跟床頭版的設計的感覺有點像 這次我們的化妝桌是用系統櫃做出來的 我覺得如果是一個現成的化妝桌 就會顯得這一區稍嫌有一點點小氣 我必須老實說我覺得直到現在 我還是沒有辦法找到我心目中的化妝桌 所以你就自己做了一個 確實秘密 對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 我覺得這個真的做起來效果很好 用系統櫃的好處當然就是 比起木座相對來說 他就會稍微CP值高一點點 造價沒有到這麼貴 然後我覺得他很漂亮的地方就是 我們這樣子往上延伸之後 讓他多一個L型的造型 桌面的桌板 我們有做的稍微厚度比較厚一點點 下面配的抽屜櫃顏色 我們反而是選了一個比較接近這種 霧面的米色的感覺 再來搭上一個重點中的重點就是 把手 這個把手的話 他邊邊是有點像是一個L型做出來的造型 系統櫃做的化妝桌 那他尺寸是有固定的嗎 尺寸就可以不用固定 就可以依照你想要的做法下去做了 我印象中應該是有到120公分長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這次挑選的燈嗎 我覺得這次挑的超漂亮超有特色 我哪次選的不漂亮 沒有 好 非常好 我跟你講 我覺得這次的燈 我必須說我也是蠻喜歡的 但我覺得可以先從我們超常出現的一盞東西 開始介紹 我真的是介紹到 我們連在諮詢的時候 客人來他就會說 那我房間想要配一盞東西 我就說沒問題 就有一種東西合併的感覺 他就是在燈罩的地方設計非常簡單 但下面接了一個直燈籠的造型 會讓他整個看起來 你既可以搭別有風 可以搭日系風 可以搭很有產業的風格 你甚至要做比較 摩登跳色的感覺 你可以選他們的跳色風格 第二個的話 我就可以介紹化妝桌正上方的這個小吊燈 其實有沒有這個吊燈 我覺得他在使用上面是完全沒有影響的 因為他的照明的亮度 並沒有到增加非常多 但我覺得在造型上面 他增加了非常多 有趣的設計 因為他本身的話 是用點像是水魔石的材質去做的 他每一盞 我當時在挑的時候 他都是手工 每一盞都長得獨一無二 所以慢慢的才去把他挑出這個最終的選項 再來就是這一個 這個燈 他的系列名稱叫做 Keyhole 就是鑰匙孔 但我覺得他很漂亮的地方是 他本身的這個優料賞得非常非常的美 他就是有一種很不規則的顏色 然後但你直接摸他 你又不會覺得很刺手 他又是粗糙的感覺 我要怎麼講 你懂嗎 就是那種手作桃 大家買了就知道了 對但我要再強調是 他是一個台灣的 藝術家自己做出來的桌燈 每一盞都是他親手一盞一盞 這樣子捏出來的 他還有非常多特殊的造型 跟他的燈罩 也可以自己去選擇你想要的顏色跟款式 我覺得就超級美 這次分別打造了兩種 截然不同的風格 你們更喜歡淺色大地風格 還是灰色現代風格呢 喜歡改造的哪個部分 也可以在留言給我們喔 別忘記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看到什麼 �� 我們不太對 我們ph unpack 我們再隨身 我們不太選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